大家好,欢迎来到猫哥说案 美女被剁成麦乐鸡块,南京美食节重口味碎尸案揭秘 开始之前,还请您点击订阅,支持我们 那季分类从上海扩散到全国 不知道您家小区楼下有没有配上环卫志愿者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案子,就是多亏了一位特别负责环卫大叔 如果没有他,凶手可能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2012年9月底,南京市托勒家美食节 专门负责收拾出鱼垃圾的环卫工人王阿姨 发现自己这几天工作量莫名其妙增加了 连续两天,不知道哪家餐馆扔了很多熟肉 上面淋着番茄酱,很像被处理过的麦乐鸡 都是餐馆,有用不完的熟肉也是正常现象 但是这些麦乐鸡体积不小,王阿姨处理起来很费劲 因此遇见同事劳里的时候抱怨了两句 劳里头今年五十多,是个上过战场的老卫生兵 身体倍儿棒,听见王阿姨的抱怨之后主动搭了把手 就在搬运过程中,没收好的麦乐鸡掉落了几块 劳里头感觉不对了,这是啥肉啊,不像猪肉不像鸡 像他当年在战场上见过的尸体 刚开始劳里头还劝自己,别瞎想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省会城市,闹市中心,哪能有人肉呢 但是,把肉塞回垃圾袋之后,劳里头越琢磨越不对味儿 忍不住又把垃圾袋扯开,多拿了几块仔细观察 确定了绝对是人肉 劳里头赶紧报了警,警察鉴定之后,实锤了 这是被煮熟的人肉,淋上番茄酱,伪装成麦乐鸡 找不到的受害者 杀人碎事案,属于对社会影响极大的恶行案件 几乎都是在异地发现,没有第一案发现场 尸体难以寻找,受害者身份无法确定 这些都让查案难度直线上升 南京警方拿着一包碎尸 一头扎进臭气熏天的垃圾厂 把前两天的麦乐鸡都收集到一起 然后啊,按照罪犯抛尸的痕迹 仔细检查了美食街下水道,又找到一堆石块 搜索工作结束,法医上线,开始拼尸体 一具还算完整的女尸出现在警方面前 她被碎尸成数百块,石块均有反复冰冻后煮熟的痕迹 躯体,质感齐全,只是头不见了 看来,这个杀人犯碎尸把肉做熟,只是为了抛尸方便 没有吃人的毛病 女人大约二十岁,高个子,看起来身材也不错 前脱后脚要啥有啥,到底是什么人对她下此毒手 没有头颅,确定尸员成了最大难题 还好,虽然石块被反复冷冻争主过 但是法医还是提取出了DNA,给调查人员提供了几个特征 谁知道在查失踪人口这一步遇到了瓶颈 全南京,全江苏省,包括周边上海,安徽,浙江 都没有类似的年轻女性失踪报案 尸体身份确认不了,这案根本没法破 法医还从抛尸的塑料袋上提取出一枚指纹 怀疑是凶手的,但是无法比对,只能先留存 警方调动监控,但是夜间的监控根本看不清 有个人戴了帽子口罩来扔垃圾 通过监控只能确认凶手没有同伙 体型中等,连男女都分辨不出 警方决定增大排查力度 按照常理,冰冻一具尸体肯定需要超大冰箱或冰柜 警方区县就过排查周边的家用电器商 但是范围实在太广,每个月销售出去的冰箱 冰柜成千上万,还有很多订单根本没有买住信息 线索断了 两年后的报警 线索一断就是两年,转眼到了2014年 这段时间里,警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排查失踪人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4年7月22日,南京警方得到消息,江苏延城某些上报失踪人口 一对老夫妻的女儿已经失踪两年 据描述,失踪两年的何晶晶几乎完全符合受害人特征 以防万一,警方提取了老夫妻的DNA,经过检测比对,就是她了 得知女儿被害的惨状,老夫妻几度哭到晕绝,但是人已经去了两年 当务之急是化悲痛为力量,协助警方破案,和阿易回忆这两年寻找女儿的经过 在2013年初,他们发现女儿和晶晶有点不对劲,从来不打电话 短信越来越少,最后联系的几个月,几乎是隔两个月才发一次 两人主动给女儿打电话,不是站线就是拒接,还会回一条短信说是心情不好,不想说话 最后,何晶晶发了一条短信,说要换个城市工作,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到2013年夏天,在打电话,他们发现女儿的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了 为了联系到女儿,两人不断给停机的手机号缴费 但是就算缴了,女儿也没接过电话 几个月联系不到,两人担心得不得了,还好他们知道地址 感到女儿在南京的出租屋,但是房门紧紧锁着,瞧了半天也没人开门 这么明显的失踪事件,为什么何家两夫妻不报警 何阿姨很冤枉,最开始就报警了 但是因为女儿的手机一直通着,县城里的派出所根本不受理 何叔叔很尴尬,女儿长得漂亮 到南京没有正经工作,是个靠出卖色相赚钱的公主 工作情况复杂,本来就不常跟家里联系 如果坚持报警,闹得街坊邻居都知道了 老两口怎么做人呢? 夫妻俩只能自己想办法,从严城跑南京,来来回回折腾了十几趟 甚至调出了女儿手机的通话记录,一一打过去 但是没人知道女儿去哪儿了 最后,二人还是回到何晶晶签了两年长租的公寓寻找 他们求房东打开房门,发现里面积了厚厚一层灰尘 虽然身份证之类的重要证件都没在 但是,何阿姨在角落,发现了一张银行卡 一查,里面有十万块钱 到外地发展,怎么可能不带钱 老夫妻慌了,这才再次报案 凶手浮出水面 知道了被害人身份和社会背景就简单了 警方开始调查,很快锁定了一个姓乔的男人 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就叫他乔是美吧 乔是美是何晶晶的情夫 1983年生人,南京本地人,名校毕业 托父亲的关系在一家交通类控股公司任管理人员 属于国企单位里相了金边的高级白领 工作稳定,收入可观,社会地位够高 有妻有女,家庭幸福 这种成功人士与身为公主的何晶晶挂上钩 用脚趾投降,俩人相识的场所只能是夜总会 没错,2010年,乔是美在夜总会应酬 认识了外表高冷美艳的何晶晶 那时候,她妻子正在怀孕 乔是美自己开着小火车就出了鬼 要不说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呢 啥都想图个稳定,找机也要稳定 两人发展出了稳定的婚外情关系 在一起撕会了两年 不知道是何晶晶对乔是美混出了真感情 还是她想抓着乔是美这只既有骨不松手 总之,何晶晶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意性的想法离婚 屈我 想上的大姐 提制内人员搞出照小三少妹的丑闻还能混吗 再说乔是美也并没有被何晶晶彻底勾引 她觉得自己虽然在搞婚外情 却不舒坦 何晶晶总是因为各种小事跟她吵 要是真结婚了,不得更烦人 2012年,两人的矛盾激化了 乔是美摆明态度 娶你是不可能娶你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娶你 何晶晶冷笑 何,想甩了我,拿一百万来 乔是美被她的狮子大开口震惊了 我到哪儿给你弄一百万娶 何晶晶,要么离婚娶我 要么拿一百万分手费 要么我就娶你当伪闹 乔是美认怂了 东拼西草借了六十九万给何晶晶 伏地做小 请求先分手 剩下的钱慢慢步上 不吵架的时候 何晶晶还算清醒 答应了 故事本该到这里就结束 乔是美带着愧疚回家 与毫不知情的妻女共度余生 何晶晶年轻貌美 拿着巨款开始新生活 没想到 2012年8月某天 何晶晶出门不小心把脚崖了 何晶晶跟乔是美打电话 边哭边说 自己孤身一人在一乡 没人照顾太难了 那边的美女哭的梨花带雨 乔是美的小火车又特么开歪了 两人念念歪歪歪 笑别生新婚嘛 结果不到一个月 两人又找回了不共戴天的感觉 吵得一次比一次厉害 一天 他们吵起了尾款的问题 何晶晶得知 乔是美妻子还有一辆车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非要抢逼乔是美卖了车把钱给她 乔是美不同意 狂怒的何晶晶抢过她的手机 要把事情捅破 乔是美打了她 她喊道 你打死我 打不死我 我就去找人教训你妻子和女儿 乔是美耸了两年 突然被记起了性子 上前掐住何晶晶的脖子 直到她没了呼吸 尾声 警方的审问下 一切很快真相大白 掐死何晶晶之后 乔是美想起第二天还要出差 所以急忙出门买了冰柜和除臭剂 先把尸体放进去 出差回来后 买了刀 塑料袋 锅 番茄酱等物品 把尸块加工成出于垃圾 抛弃在美食界的垃圾队 以为不会有人发现 至于剩下的头颅 目标实在太明显 她仔细把头处理成白骨 放进保险箱 保管在一个包工头朋友那儿 破案之后 警方去找头骨 果然在保险箱里 包工头 这特么什么朋友 劳资倒了血没了 处理完尸体 她卖掉了冰柜 锅具 刀具 然后呢 伪装语气给何家父母 发了心情不好等信息 还特意办了张无名电话卡 把何晶晶的手机打到欠费 没想到何家父母继续缴费 她只好关机不接 在法庭上 乔某做了长达五分钟的忏悔 她说自己对不起何晶晶 杀人之后天天送经念佛 祈求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 对不起死者的父母 他每天都在受良心谴责 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 同时呢 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女儿以及妻子 称无论自己在哪 心里都爱着女儿 呸 要我说 如果只是激情杀人 她这番忏悔 还值得听一听 可是杀人之后 有条不吻碎尸 烹煮 刨尸 你是弄啥嘞 何晶晶已经死了 上述细节全凭你 杀人凶手一张嘴 我们怎么能知道 这事实真的都怪 何晶晶贪得无厌 还是怪你心狠手辣呢 今天的讲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 感恩祝福大家